高价圣诞礼 野鸡飙两倍 500元礼最热卖 圣诞节聚餐庆祝不可少 交换礼物更几乎成为全民运动 有人买礼物不手软 带动高价商品野鸡成长 在过去的话 199到399的价格 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比较入手的价格 但是在2017年我们发现到 其实1000元的价格带呢 其实大概上升了大概30%左右 那我们觉得说 其实这跟大家越来越重视交换礼物 其实是有相关的 个人的小型的家电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型家具 都是卖得不错的 成品的进口保温瓶 今年业绩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两倍 不过根据成品跟后辣统计 500元左右的礼物 还是最多人购买的价位 多数小资族都能负担 品质也不差 来自德国的小猪铺满 部分款式已经卖到快缺货 那在德国的习俗 就是喜欢把钱存不存满 然后再赠送给予你的送礼的对象 就像是赠送满满的幸福给他 副刊东新闻 存满送我我可以 报道 hohoho Merry Christma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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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